我不跳 我从正面下去快一点 你们从侧面绕下去 我们再坡底会合 周成把康伟的手甩开 善于君忧心的 正是他忧心的 周成以前觉得江炎人品不错 但那时候 连江武表现出来的都是好的一面 和江炎也有两年没来往 谁知道对方会变成什么样 他此刻都怀疑江炎要跟着来 整件事从头到尾都是圈套 就为了把他们引来这鬼地方 江炎好对小兰下手 发生什么事 也能推说是意外 周成靠手里的君寺当支撑点 再借着山坡上的树木网坡下跑 上坡容易下坡难 身体不灵活的人肯定杀不住车 连周成都跑得磕磕绊绊 就算康伟和少光荣能下去 善于君和小游也下不去 小游脸都下白了 要不是他乱叫 野猪不会被惊动 夏小兰也不会脚下踩滑 失去平衡 少光荣本想骂他几句 却站在原地抽了自己两巴掌 骂小游也没用 都是他自己脑子抽风 好断断的要带个不熟的女人出来 康伟也想骂娘 善于君在旁边看着呢 他还要点风度 忍不住踢了少大嘴巴一脚 道 等找到小兰嫂子再抽自己 赶紧的 我们从侧面绕下去 林子里倒了一地的野猪 这时候 谁都顾不上西汗猪肉 善于君把小游扶起来 走吧 我们也帮忙找人 能尽点力 这事儿也不是小游的错 善于君还在检讨自己 因为想看看江岩有什么西药眼 一步接一步的才导致了现在的事故 夏小兰要是有个意外 他都不敢想那后果 几人迅速去找地势叫平坦的地方往下跑 周成的心很慌 其实他们打猎的山并不算特别高 他是照着直线往下跑的 夏小兰和江岩一起滚落山坳 所经之处必然草岛数折 留下的痕迹显眼 周成不会找错方向 他要保持平衡 下去的慢一点 但一点时间都没耽误 前后不会超过五分钟 山坡并不是特别陡峭 周成主要怕夏小兰会被树枝和树桩子伤到眼睛 也怕他会被突出的山石撞伤 一颗心都是提着的 也懊恼了千百回 他和江家大概是八字不合 看见江岩给出的文件也不该心动 就不会和对方重新做朋友 那样 就算来山里打猎 几人也就随便玩玩 江岩太争强好胜 记得大家想来打野猪才会发生这样的意外 周成最怕的是 这还不是意外 而是刻意安排好的 如果是江武 没看见夏小兰平安无事前 周成是预料到了各种坏的结果 他的眼前只有下山的路 再也容不下别的 终于他在前方看见了人影 夏小兰在地上坐着 一只手捂着头 江岩却倒地不起 两人都滚落到了山澳缓冲地带 这一幕出乎周成的意料 他刚才想过很多不好的情况 如果小兰有不测 他会手刃江家兄妹 他不想听什么意外 大部分意外都是人为 但眼前瞧着 周成 我没事 夏小兰是没事 摔下来时以为自己完蛋了 一路颠倒山澳 发现自己只是衣服磨破了 头有点晕 最多有点腰疼 其他伤一点都没有 夏小兰都怀疑自己是未面之子了 哪有什么未面之子 分明是江岩护着她往下滚 想到这里 夏小兰在周成怀里也是面色古怪 周成事而复得 再三确认夏小兰没事 也不肯叫她站起来 只是抱了抱她 你别急着起来 原地坐一会儿 夏小兰指了指江岩 你看看她 她好像昏了过去 刚才摔下来是她主动抓住我 我还怀疑这人是故意的 哪知她居然好心给我当肉店 要不是江岩的枪托 打在夏小兰的膝盖上 慌悠几下还是能站稳的 就是那一下 让夏小兰膝盖发麻 江岩抓住这种机会 没让她摔死 还牢牢护住她 换了夏小兰 可能都干不出这么大方的事 不会见死不救 却不会牺牲自己去救人 夏小兰从来没掩饰过 她是个自私的人 反之 江岩却是个无私的人嘛 夏小兰心情很是复杂 周成蹲下身子 去探江岩的鼻息 又见她一条小腿弯曲的弧度奇怪 用手摸了两下 她是昏了过去 小腿好像骨折了 真是她救了你吗 事实就摆在眼前 周成还需要找下小兰确认 可见江五给周成留下多大的阴影 夏小兰点头 我不但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这回的确是江岩救了我 她是受过训练的军人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如果她不替我垫底减缓撞击 我摔的肯定比她严重 所以 真是江岩救了她 江岩为什么要救她 只要保护的没那么尽心 夏小兰摔断手或毁龙都很正常 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是一场意外 看周成表情疑惑 夏小兰赶紧拉住她的手 道 未娟红的是我不想再来第二次 我感谢江岩救了我 但不能因为感谢 我就要把你让出去 你可不是我感激她的物品 周成容若她脑袋 你在胡思乱想什么 我先看看江岩的腿 要先把她伤处固定 还需要给她做负担架 等康伟和少光荣下来 我们把她抬回去 这可能真的是意外 切尔听见小兰说是江岩奋力相救 周成也松了口气 如果是江武的阴谋 不会让小兰有机会活着 她是有点草木皆宾 江岩的小腿骨形状诡异 她摸了摸 不太像是粉碎性骨折 伤势也不算特别严重 折了几根树枝 将江岩的伤腿固定 到底是碰到了伤脚 碰得她皱眉转省 看见是周成在替她急救 江岩头还很晕 瞧见夏小兰在旁边坐着 睁大眼睛看她 江岩哼了一声 将头扭到了一边 夏小兰轻轻嗓子 江岩谢谢你呀 江岩终于看她 你是弱者 我不会见死不救 夏小兰没和江岩争辩 人家刚刚摔断了腿 她嘴巴要再欠一点 夏会摔死了没人就也是活该 这点她还是拎得清 周成帮江岩处理了伤 和夏小兰一起把身上的衣服丝成条 做好了担架 康伟四人才绕下来 看见夏小兰往好无缺 反倒是江岩摔断了腿 康伟掩不掉脸上金色 这和想象中的场景完全相反啊 嫂子 你没事 康伟还是没忍住询问 夏小兰摇头 没摔着 倒是江岩因为护着我受了伤 大家一起把她往山下抬吧 她这伤得送医院 抬担架就轮不上女同志了 周成和康伟 还有个少光荣 轮坏了怎么也能将人抬回去 下了山 山庄的老板吓坏了 生怕夏小兰等人找麻烦 周成确实很想发火 后山对客人开放 却连野猪群都没清理过 今天幸好是他们一群人遇到 如果是其他人遇到更不堪设想 我们打死的野猪还在山上摆着 怎么处理你们看着办吧 现在急着去医院 有什么账 下来再算 不可能啊 后山我们是筛过的 哪能让野猪群在后山安家 山庄老板欲哭无泪 普通人也摸不到水库的边啊 谁会来荒郊野外吃饭 能过来的一半都有车 有车那就不是普通人 山庄敢提供猎枪给客人进山打猎 自然是上下打点过 越是这样 老板越是不敢网顾客人的安全 客人们的身份都不普通 除了是他哪个都赔不起 康伟揪住他 那你们说后山有野猪是假的咯 山鸡和野兔也是假的吗 山鸡和野兔是真的 野猪太凶了 每年我都要请民兵连上山围剿几次 大猪杀了 小猪留下 这老板野贼精明 故意说有野猪 让打猎的客人们有兴趣 其实 山上连一头超过一百斤的都找不出来 周成和邵光荣把江炎抬到车上 夏小兰打断老板的话 后山又没有围墙 可能是从别的地方又跑来的 你带人去把野猪尸体捡回来 就知道我们没说假话了 这个活动还是太危险 老板你自己考虑好以后吧 进山围打猎的 又不全是周成和江炎这样受训过的精英军人 大副偏偏的领导去了 遇到今天的情况能跑吗 走 先去医院 周成也没和山庄老板多说 若大的山庄搬不走 该老板负责的 对方也跑不掉 起码在周成手里跑不掉 夏小兰也没办法 江炎为了救他摔断腿 人人都能顺水推周 唯独他不能赞同老板的话 鬼知道野猪是哪里跑来的 他若不打断老板 难道要说野猪是江炎 故意找来配合演戏的吗 江炎就算是军中女神 能叫大头兵们言听计从 却不能让猪听话 这个打猎活动 果然让人难以忘记 一路急迟 把江炎送去医院 的确是骨折 年轻好恢复 正骨后打上石膏 过段时间能长好 不用手术 医生的话让夏小兰松了口气 江炎要是像江武那样瘸了 夏小兰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周成固然不是能让出去的物品 两人就算还在一起 有落下残疾的江炎眼巴巴 在旁边看着 过日子能舒坦吗 江炎 我欠你一回 骨折是很疼的 夏小兰自己手腕骨裂过 那感觉一言难尽 病床上的江炎却精神异异 夏小兰和他道谢 江炎还不太领情 是我提议要去找野猪的 错误判断了形势 我也不想救你 但你是华国的平民百姓 还是周成的女朋友 我不想看周成难过 夏小兰看了江炎一会儿 道 行 你说啥就是啥 夏小兰还是有点疑虑的 但没有证据再去怀疑人 他就是心在黑 也不能得了便宜还卖乖 所以江炎这个人 还真是思想很正派的军人了 夏小兰觉得 就算一起摔下去的不是他 是善于军或是小油 江炎同样会救 因为江炎将自己看成了强者 嫌弃他们这些普通女同志是弱者 认为自己该保护他们 果然认都是很复杂的 有多面性 夏小兰离开病房 看见周成在走廊上 手里拿个没点燃的烟 他忍不住靠到他肩膀上 道最近是怎么回事 只要我们在一起 总要出点意外 整个八五年都是多事之秋 从春节前康伟车祸 到春节时石楷牺牲 到江武的阴魂不散 还有周怡仿佛中了爱情鼓般的任性 每回都有事要打断夏小兰和周成的相处 大家都折腾了一天 再美的小仙女也会出汗 但自己媳妇出的汗那也带着香 周成忍不住亲了亲他鹅角 不管什么事我们都能一起解决 只要我还喜欢你 你还喜欢我 这些事都影响不了咱俩的感情 你摸摸他 一直在为你跳动 也只为你跳动 周成抓住他一只手放在胸前 他的外套都撕成布条做担架了 身上现在只穿了件白色的路肩背心 衣服薄薄的很贴身 露出周成精瘦有力 肌肉有形却不夸张的胳膊 没有衣服阻隔 骨骼和血肉的边界仿佛也模糊了 心脏就在他掌心下跳动 夏小兰被这年轻澎湃的男性和尔蒙炸的手脚发软 莫名就脸红到滴血 别闹 这里是医院 他急急忙忙把手拿开 人和人之间的感觉就是很奇怪 别人送花追求 夏小兰觉得是有阴谋诡计 周成当初也追求 他没有抵抗多久就投降了 男女间的两性吸引力真的很难解释 看不见摸不着 又的的确确就在那里 夏小兰不是真的害羞 江炎同志为了就他刚刚摔断一条腿 夏小兰是不可能把周成抱打给对方 但能克制下秀恩爱的举动 照顾下江炎的情绪 江武还没有踪迹吗 周成点头 没有 他应该是去找潘三哥了 其实我一直在想江武这个人 他上次怪奴怪样出现 可能就是转移我们的注意力 周成怀疑过江炎和江武是一伙的 不然许多事都解释不通 就算到此时 他的疑虑也没有完全消除 但这事就不要说出来 吓他媳妇了 趁着康伟四人还没过来 夏小兰把周一的事说了 人是已经找到 大伯和大伯母却意见不同一 我觉得两人这么争执下去 对周一姐太耽误 你怎么想的 周成能怎么想 唐姐不争气成这样 完全是被猪油糊住了心窍 被关起来都要偷跑 周成对周一很失望 他也不喜欢大伯母蒋红 却仍然会因为是一家人 而照顾对方的情绪 周一这个当女儿的 被千娇百虫养大 不顾七妈病倒 跟着男人跑了 周成冷淡道 随他去 写过两年 检验下他这份爱情到底值不值 那肯定是不值得 以后流的泪 都是如今脑子里浸的水 这么多人都拉不住周一跳水坑 夏小兰确实也认为没有管的必要 在周老爷子面前说的话 表明了他的态度 但他毕竟还没嫁给周成 就算变成周家儿媳妇 也没有叫周文邦和蒋红听他话的道理 周成都说了 随周一去作 夏小兰也不再纠结这事儿 你晚上要回学院 明天才能继续出来吧 没有特殊情况 进修的学员是不能再来过夜的 江岩这是没办法 脚骨折了要打掉针输液 不需要长久住院 但今晚却是要留在医院的 周成点头 过一会儿学院肯定有人要过来 江岩怎么安排要听学院领导的意见 我今晚要回宿舍 没事 我今晚在医院守着他 江岩肯定不乐意 夏小兰却要静静心 要不连道义上都说不过去 这种事也没啥好争的 让周成留下照顾更诡异 周成还真没这想法 明明知道江岩对他有益 他更不能给对方一些不切实际的希望 别人会认为周成冷漠 但冷漠有什么不好 冷漠不是无情 到处连香西域才是真正的诈 又给不了别人想要的结果 干嘛不从一开始就拒绝 这一点上 周成和夏小兰的意见是一样的 对夏小兰来说这是大三观相符 毫无疑问 周成只能对着他当暖男 就像周成所说 学院的领导要过来看一下 江岩是进修的女学员 还是江家的人 为什么受伤 伤得多严重 都得进行了解 几人早统一了说辞 是一群朋友去秋游 爬山不小心摔的 信不信没关系 反正打猎是不能说的 私下还碰枪械 怎么算都是违纪 领导来探 也只是让江岩好好养伤 夏小兰在旁边笑着补充 江岩是健义勇为 是我不小心踩滑了脚 他为了救我才摔的 健义勇为的功劳 夏小兰是不会灭掉 是怎么回事照实说呗 学院领导对江岩的问候越发亲切 好不容易的人全走了 只有夏小兰留在病房 江岩好像也不失望 却也没有交谈的欲望 夏小兰拉张椅子坐下 江岩 我是真的感谢你 但周成也是真的不能让给你 除此以外 你想要什么别的报答 我都没意见 我不需要你让 夏小兰 你太小瞧我了 江岩的精神真好 折腾到现在还有余力说话 夏小兰忍不住乐了 我还以为 你要咬死不承认自己喜欢周成 你喜欢他 我其实没意见 要是没有优秀的人喜欢他 我都要怀疑自己选男人的眼光了 你要是一早像这么坦诚 我也不会讨厌你啊 竞争是不怕的 夏小兰反感的是要以朋友的名义来掩饰心思 他第一回见江岩就不对付 正是因为对方不老实 想来探探他的虚实 偏偏要遮遮掩掩 不爽利也不符合江岩的人设 所以别扭的厉害 在蓬城把他臭骂了一顿 现在老实多了 病房里只有他们两人 江岩看着夏小兰 道 你不要激怒我 就算我伤了脚 想要对付你 你也根本没有跑出病房的机会 夏小兰把椅子挪得更近一些 但你不会这么笨 你现在伤害我 腿不是白断了一会儿吗 我知道你没那么坏 如果仅仅是要让周成领情 以你讨厌我的程度 完全可以让我也吃点苦 结果我毫发无损 吃苦的是你自己 所以我相信 你不仅是个体能合格的女军人 更重要的是你的思想 有保护弱者的侠义 夏小兰靠得这么近 江岩十分别扭 夏小兰 你要不要脸 我第一次见人将自己定义为弱者 还说得阵阵有词 到底要不要脸啊 周成知道夏小兰的这一面吗 江岩觉得夏小兰留下不是照顾她 是要把她气得抱血管而亡 这样就并不训任地除掉了她 夏小兰奴嘴 体能上男女有差异 受训过的军人和普通人也有差异 我争这个长短做啥 这个世界变化很快 变得越来越靠脑子吃饭 能打能杀没啥用 就像你和周成 不也需要进修吗 弱者就弱者吧 你救了我一会 我早晚会报答你 你要是坦坦然然说喜欢周成呢 我不管 以后要还打着被朋友好的名医 对我挑三拣四 我照样见一次怼一次 一马归一马 报答江岩的事 可不能和感情谦谅混为一谈 江岩对她气得发疯 面对夏小兰 吐出去不甘 吞下去刮喉咙 只能翻过身睡觉 留下个高冷的背影 夏小兰也不生气 自己坐了会儿 亲手亲脚出去 善于君和小游也在 不知在走廊上等了多久 先前有学院的领导来慰问 他们也不方便过来 小游十分不安 他要是不乱叫 就不会惊动野猪 既想和夏小兰说对不起 也需要跟江岩道歉 看他低着头忐忑 夏小兰很奇怪 问道 你性格明明就不张扬 为什么要这一副打扮 小太妹的妆容很不好保持 有汗有泪的 小游的眼线早就晕得满眼都是 两个大黑眼眶 瞧着像熊猫 她很是不好意思 我也不想画这种状 但他们说少大少喜欢这样的 小游坦诚的有点可爱 夏小兰忍住笑意 你别紧张 今天的时候我不怪你 你去洗个脸 一会儿去给江岩道个歉 她更不可能怪你 在江岩眼中 如夏小兰这样的都是弱者 小游就更不用提了 小游听夏小兰的话 跑到厕所用肥皂洗掉 糊成一团的女鬼妆 再出来时 却是一名眉清目秀的年轻姑娘 内妆显得太成熟 看着小游还戴着婴儿肥的脸颊 夏小兰头疼 你满18岁了吗 小游低头搓一脚 还差半年就满 所以 邵光荣找了个未成年当女伴 不对 现在还没有未成年保护法 没有18周岁的才是成年人这个界限 但小游是真的小啊 这年纪不是高中生吗 不过自己也是复读时 就和周成处上了对象 只许周官放火 不准百姓点灯的事他做不出来 夏小兰直指病房 道 你进去吧 江岩应该还没睡着 只剩下两个人在外面 善于君才开口 今晚我和小游在医院陪你守着吧 汤威简单和我说过几句 我还是不太懂这位江岩同志 善于君是个很清醒 对什么事都不会妄下判断的人 并不是康伟一表白 他就迫不及待答应出对象 在答应前 他已经和康伟通了很久的信 康伟也不是个心思多复杂的人 起码在男女关系上干净的像白纸 善于君能通过书信的字里行间去判断 去了解 等到康伟开口 才会水到渠成答应 他对江岩却是第一次见面 别人说的 他自己见的 有重叠部分 也有不太符合的地方 善于君认为江岩还需要观察 当然 他和江岩没什么冲突 善于君是提醒下小兰要注意 他又不认识江岩 自然是维护下小兰的 康伟为啥对善师姐初见倾心 在狱后穷追不舍 善师姐并不是十分漂亮的那种 康伟看她可能是加滤镜 夏小兰初见就觉得是忠人之姿 但她胜在有气质 气质这东西 说来玄乎 其实很简单 就是宜太和言行 宜太先不说 和善于君聊天 不必费心思去想话题 人家说话温温柔柔的 却又切众重心 根本不说废话 善于君没少读书 书是读透了的 简单的是就不要搞得太复杂 他和夏小兰是同校同学 她是康伟女朋友 当然要站在夏小兰这边 江炎优秀 人品过硬或是心机深沉 都不影响善于君战队 她是替下小兰考虑 这份好意都不接受的话 未免太没良心 我可能有几分弄懂了 也可能看到的是假象 但这不影响我对江炎的态度 一码归一码 她就我是真 既如我对象也不假 我心里有数 善于君也没多说什么了 出乎夏小兰意料 她还可惜了一下扔掉的山鸡和野兔 都是我们自己打的 怪可惜的 好吧 不熟悉的时候 还真以为善师姐不是人间烟火 现在刚开始熟悉起来 发现不仅能和善师姐讨论世界名著 说点吃吃喝喝的确是更拉近距离 夏小兰也觉得这样相处挺轻松 反正她是个俗人 善于君要是和康伟一直好下去 大家打交道的时间不会少 也不用端着高冷态度还挺好的 她道 那倒是不用担心 山庄老板要是聪明 我们今天打的山鸡和野兔她不敢动 那几头野猪她同样得收拾干净送来 几头大野猪是怎么出现在山上呢 恐怕山庄老板比夏小兰等人更想知道 正如夏小兰说的 江炎不可能怪小游 有小游和善于君陪着 晚上在医院陪床到是不无聊 江炎腿上打着石膏 却非常刚强 也的确是身体素质出众 手撑了病床栏杆就能往地上跳 单脚也站得稳当 根本不需要夏小兰帮忙 夏小兰守了一晚 就是尽自己的心意 江炎看样子并不领情 第二天上午 周成又来医院 康伟和邵光荣也买了早饭过来 等到中午的时候 山庄老板就过来了 老板找人把山上挤头野猪都抬下来 连夜剃毛开堂收拾干净 装在面包车后面 全给拉过来了 收拾出来一千多斤野猪肉 这要搁在平时 不放在山庄卖也能到处送礼 现在就是打死他都不敢乱碰一下 一点斤两都不敢少 周少 您看这肉怎么处理 我都给简单收拾了一下 这天气暂时坏不了 但也不能久放 周成都不看猪肉一眼 问道 不要叫我周少 野猪怎么来的 你弄清楚没有 老板已脑门汗 上个月有猪群下山 糟蹋了隔壁县乡亲们的秋凉 各个乡镇都组织民兵和村里一起赶猪 杀了不少 还有人把肉往山庄卖呢 也不知道怎么有一群漏网的 翻过两个山头迁到水库的后山 这山是山庄承包来给客人打猎用的 一般人不敢乱闯 我们也疏于清查 这窝野猪就在后山安了家 老板也觉得倒霉 上回组织人手全山清扫 才是半个月前的事 这群野猪肯定是清扫过后跑来的 近半个月 山庄的客人就算去打猎 也不像周成几人走得那么深入 这才没和野猪正面相逢 老板现在是欲哭无泪 来山庄的客人 有先富起来的一些老板 为了招待客户要来显摆下 也有喜欢钓鱼的干部 反正吃饭又不花钱 最难惹的就是周成这样的 隐隐知道很厉害 根本摸不清来历 想说那毛驴吧 都不知道人家汉毛是朝哪个方向长的 他只能放低姿态 希望周成能高抬贵手 事情出披露都是山庄的问题 后山就不该有那么大的野猪存在 老板的说法合情合理 周成自己带着康伟和少光荣跑了一圈 也是这结果 附近乡镇组织民兵为感野猪是真 这一次进山打猎 也是他们自治人多 没有要山庄安排的向导 山庄是有错 也有各种巧合在其中 周成指了指楼上 受伤的人还在病房 你自己需要个结果吧 老板把面包车原地一扔 和两个跟班拎着各种补品 千万谢地往病房跑 不经过周成这一关 他连受伤的僵眼都看不到 康伟围着面包车转了一圈 程子哥 难道你真信他说的 是意外吗 是不是意外 他只能查到这么多 其实我怀疑江武捣鬼 但咱们也亲自去查了 一点痕迹都没有 野猪是江炎闹着要去打的 江炎是什么心思 周成也能猜个七八分 就是想畅畅反调 看看小兰怂不怂 真的是巧合 还是这个圈套高明到 一点痕迹都没有 如果是下套 目的呢 就是让江炎摔断腿吗 江武那种暴虐之人 先前还口出威胁 若真是江武 小兰不可能毫发无损 邵光荣有点羞愧 都怪我找了个胆小的丫头过来 她要是不乱叫 就没这事了 害得江大小姐摔断了腿 小兰嫂子还得欠她人情 面包车的门打开着 康伟戳了戳往外伸的猪蹄 道 野猪是杂屎的 在山上吃果子可嫩草 山里的好药材也不放过 肯定很有营养 吃啥补啥 这肉咱们拉回京城吧 猪脚别动 都留给江炎 给她好好补补 夏小兰正好走出来 听了大笑 江炎能一枪崩了你 信不信 夏小兰就知道 老板得把野猪肉拉过来 下来一看 果然是这样 康伟往他身后张望 夏小兰笑话他 别看了 于君还在病房里 山庄老板对江炎鞠躬道歉 还送上厚厚的营养费 江炎要是不接受 他大有剖腹谢罪的趋势 我觉得尴尬 就先下来看看 生意人嘛 拿得起放了下 这事儿山庄老板有责任 不道歉咋办 等着山庄被人拆掉啊 夏小兰不仅觉得尴尬 还有点心酸 做生意的人就是这样 现在的人还觉得 个体护士投机倒把 看见赚钱的就骂奸商 却不知道哪一行赚钱都不容易 老板有关系和能力成包水库 但要赔多少小心 但他做的又是必须的 夏小兰要是遇到相同的事 鞠躬的时候 少不得腰会更晚 康伟和少光荣不懂 夏小兰为什么下楼 周成牵起他手 我媳妇最辛苦了 别人不懂 留我心疼 康伟冲着少光荣挤眼睛 好肉麻啊 要是姜妍听见 大概真的吃不下猪脚了 受伤躺着的人是姜妍 周成却对夏小兰说辛苦 成子哥对姜妍真狠 还怀疑是姜妍自导自演 查了一遍又一遍 可要周成一股脑相信姜妍 还感激他 恐怕又连康伟都会失望 说到底 小兰嫂子才是成子哥媳妇 老爷们对媳妇好不是应该的吗 康伟忍不住又摸了车上的野猪肉一把 大肥猪真是油汪汪的 一摸就是一手油 小善昨天好像挺喜欢吃鱼的 不知道喜不喜欢吃猪肉 这野猪肉是真的好 他至少要帮小善要蜘蛛大腿过来 少光荣看不惯康伟 没出息的货 之前围着女朋友打转 现在围着一堆野猪肉打转 成哥 这堆肉真挖回京城呀 难道你想让我带回部队 昨天咱们怎么说的 是去爬山 别管学院的领导信不信 我自己得演得像点 你小子也是 在单位办事注意点 别这样的小聪明去糊弄上级 人家表面不和你计较 因为你是少家人 心里却把你办的是一桩桩都记住了 关键时刻爆发 能卡你好几年信不信 周成说的是肺腑之言 说一点都不靠家事可能吗 肯定有帮助 同样的资历 同样的优秀 像邵光荣这样有背景的 就是比没背景的生得快 但邵光荣要因为这样 沾沾自喜耍小聪明 早晚会摔得大跟头 起跑线高也没用 那些谨小慎微又努力的人 在默默缩短家事带来的差距 甚至不经意就把邵光荣反超了 周成原先也有点目空一切 懒得搭理和方氏中的一点小矛盾 也是瞧不起对方 老方比他大十岁还和他职务相同 还小肚鸡肠的整天冒酸水 周成想尊重对方都难 结果小矛盾变成大毛病 家事再好 他要想完全消除恶劣影响 还不是要来陆军学院 进修两年吗 现在看来是坏事变好事 的确弥补了自己的很多不足 但周成自己遇到了才懂 还是希望邵光荣少走弯路 邵光荣也没降嘴 周成还和小时候一样 不叫哥就打 打哭了又要替他出头 还叫他如何反击一些大孩子的欺负 老老实实的听着呗 橙子哥说的肯定没错 山庄老板在楼上待了半小时 再下来时 表情就比较轻松了 看来是江言大方原谅了他 见周成几人还在车边 老板努力收回笑容 问您还在呢 您看这肉放哪里 最后一千多斤猪肉 全搬到了212的后备箱 杜兆辉不知道花了多少钱 改装的吉普车 居然用来拉猪肉 康伟这个车主还美滋滋的 因为他和小善讨论过了 小善不讨厌吃猪肉 野猪不像家养的猪药烟 猪肉其实又骚又行 难得善于君一点都没嫌弃 也没觉得康伟和他讨论这个就低俗 民意实为天 人还能不吃饭啊 听说要把野猪肉 从济北省拉回京城 康伟这个车主都没意见 其他人就更不会反对 顶多是车上气味有点大 开车时一路开着窗散散乱 夏小兰还想着要怎么照顾姜岩 她本想请个假在这边多留两天 姜岩却毫不灵情 人家连住院都不肯 要消假回学院 夏小兰不可能跟进去照顾吧 她倒是想得美 学院不会同意 姜岩看了周成一眼 面对牢牢叨叨的夏小兰 很有点恼羞成怒 你不要担心我会让周成照顾 我脚也就是上下楼梯不方便 自然有一起培训的女学员帮忙 在我脚好之前 我都不出现在周成面前总行了吧 夏小兰点头 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 不过我刚才想的是怎样给你补身体 算了你不用管了 我会让招待所的人做好了送去 康伟说的没错 猪脚不是浪费 还得要物尽其用 姜岩被她气得提前回了学院 之前在周成面前的说法是想了解夏小兰 真正和夏小兰相处 超不过两天姜岩就忍不了了 夏小兰的脸皮真的很厚 对着姜岩能一会儿骂得狗血淋头 一会儿又笑嘻嘻地感谢 反过来姜岩却绝对办不到 要让她和夏小兰把好朋友的友谊演出来 那不可能 话不投记半句多 她还不愿意配合夏小兰的表演 故而提前要办理出院 夏小兰趴在周成肩膀上说悄悄话 我下周再来看你 好不好 连鹏城都不去了吗 小骗子 周成对夏小兰的行程了解得无比清楚 霍晨州再三催促 南海酒店的装修加班加点 九月底已经结束了内部装修 外部造景也是同步进行 11月初就要提前竣工验收 夏小兰是一定要过去的 夏小兰叹气 我要是能一分为二就好了 不对 应该一分为三 一个在华清上学 一个去鹏城做生意 还有一个来陆军学院陪你 周成认真的跟他讨论可行性 陆军学院不能有家属陪读 你怎么陪我 你知道外国有个童话叫拇指姑娘吗 就变成拇指那么大的小人 白天你把我揣斗里 你去哪都能带着我 晚上你在枕头边上放个小盒子 我就睡里面 周成失笑 那睡觉翻了身就压扁了 可他媳妇说这种不可能的情话哄他 他咋就这么高兴呢 好 好 对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